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2人以組法定人數 好 現在正式開會 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國防部部長 衛生福利部 外交部報告 磐石軍艦染疫案及後續相關防疫處置 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好 我們先介紹在場的委員 王定宇委員 陳玉珍委員 羅智政委員 湯慧珍委員 何志偉委員 趙天琳委員 還有鍾佳斌委員 鄭運鵬委員 還有李維德委員 李德委員 有介紹 還有在場的我們蔣萬安委員 林維州委員 還有沒有介紹到的嗎 還有林一華委員 江啟成 江啟成委員 志偉委員 溫玉霞委員 廖婉如委員 林文睿委員 還有那個什麼丁 那什麼丁 還有吳怡丁委員 好 如果有再到場 我再補充介紹 現在介紹在場的長官 國防部部長 嚴德發先生 副總長執行官 徐彦浦上將 常務次長 陳曉明中將 總督察室 總督察長 黃國民中將 法律事務司 省市委 市長 政治作戰局 檢市委 局長 軍醫局 陳建彤局長 仁市參謀次長 仁市參謀次長 李定中次長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 陳忠文中將 海軍司令部副司長 副司令 梅家術中將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 敖以智中將 海軍司令部 仁市軍務處長 吳明勳少將 海軍司令部軍醫組組長 陳忠義中校 政務辦公室公共處處長 石文龍少將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治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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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跟在場的委員來做一個報告 在等一下我們部長做報告跟各單位做報告之後 我們先請我們今天的視訊的報告 視訊的報告我們發的會議通知 是磐石艦的艦長還有支隊長跟衣官 現在這三位的名單 名單說要保密 名單要保密 所以我們就沒有公布 但是一定是磐石艦上的 所以這要聲明 因為他名單保密 那我們不希望說來的人 不是我們邀請來開會的人 那我們因為是視訊這三位 所以我們會在報告完畢之後 先給視訊報告 然後來做提問 他們就沒有再加入我們的質詢的時間 所以在場委員因為比較眾多 我希望大家可以先來簽個順序 到時候他的報告完畢之後 一個人請就提問一個問題 一個人就請提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所以我先宣讀報告 跟一個大家都宣告 因為視訊的時間 比較沒有辦法太長 不能全程參與我們今天的會議 因為我先報告完畢 有意見你們再說 我先報告完畢 可以嗎 請尊重主席 程序發言 我報告完畢 才給你的發言 好不好 你要程序發言都可以 我先報告完畢 要搞政治啊 是沒有政治 人家現在主席還在報告你 那什麼程序啊 你不要發明這次在報告你 那等一下程序發言 再程序發言 請你等一下程序再發言 程序發言誰會給你們 所以我才會先宣告 我們要視訊 要視訊 我們要請教 疫情中心 因為他們在隔離 所以視訊的時間 不過不可以太長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在 這三位視訊的報告完畢之後 到場的現場的委員 每人提問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麼多委員提問的問題 大家只要不重複 還是可以 問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希望這樣子的提問時間 可以在一個小時以內來結束 再繼續我們大家的 照牽到順序的質詢 如果大家有意願 有意見 我們就程序發言 那程序發言先請簽名 來 宣布到什麼時候為止 你現在是 好 那程序發言截止時間 現在程序 程序發言截止時間 9點15分 程序發言登記到9點15分 登記截止 請發言登記 每個人的委員自主席臺來登記 每個人發言時間不超過兩分鐘 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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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一位的赵天琳委员 两分钟 其实实在是不需要程序发言的啦 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登记了 每一位委员都已经针对包括部长 包括今天所有的人来 那我们想要针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的问题 都可以去询问啦 那至于视讯的部分我们都很尊重赵尾 所以赵尾的任何的安排 我们其实都没什么意见嘛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法定的问题 个人意愿的问题 这个东西都还好啦 那只是说我不希望说 呈现出一个新的插曲 你懂吗 就是说 自己在那个我们的法定的程序里面 插出一个新的程序 然后又有一个新的视讯里面 又有一个新的发言 那那个发言要不要再重新登记啊 那几点开始算数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监督这个防疫的问题里面 我们其实是没有蓝绿之分 没有朝野之分的 我们对国军基本上是很尊重 而且觉得国军做的其实是不错 但是里面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严加监督啊 所以昨天部长跟各级的那个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陈储处理 我们搞不好也有不同的意见 还要再继续再追问啊 那你就把那个最重要的时间 然后你去为了一些可能媒体的效应 各种的部分 然后你去增加了这样的程序 我个人的程序问题在这边 是表达不同意的意见啊 我会认为是说 事实上不要去找医官的麻烦 不要去找个别小关的麻烦 好好就叫部长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那才是加班嘛 那你在那边产生一个新的一个程序 只是你想要好像以为捡刀枪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政治炒作 那没有意思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回到原来的程序里面 一大早我们大家都排队啊 照排队登记里面有蓝有绿 好好问 我认为就是问出一个梗概 赶快做防疫的黄金实践去做掌握 不要在那边做一些小动作做处理 这是我的意见谢谢 今天的视讯报告是因为这三位盘石舰上的舰长支队长跟医官都被隔离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真相 要真相大白 这几天我们看到国防部隐匿说谎 其摇高似的说一点 包括所有的资料都没有办法提供 所以我们希望当事人能够来做说明 所以我刚好也说在场到场的委员每人提问一个问题 就可以把三位在盘石舰上所有的真相 你们想的问题都可以一一的厘清 所有争议都给明白 这是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 那因为他们在隔离的时间 我们的视讯不能过长 今天大家都这么关心 这个染疫的状况 我们当然是赶快找出染疫的人 好好的赶快跟他治疗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今天的全程 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会议会到下午几点 大家都要问 你要他隔离人视讯到下午吗 你如果照这个冬季的人会执行到下午 一般我们国防的执行时间都到下午 请候这位委员请回到你的座位上 等会我会给你程序发言好吗 你不要作秀了 这个人在作秀好不好 你现在在作秀了 你刚才来做什么秀 我现在就要讲啊 来程序发言第二位罗志正委员 主席那个如果今天的程序在发会议通知的时候 都把它讲清楚我没话讲 今天不应该说到了现场 然后改变过去所有的惯例 包括登记执行的次序时间 还有中间差一个所谓视讯会议之后 再重新登记巡答 我觉得那个完全违反了过去我们所有的惯例 我想主席是资深的委员 很清楚我们过去的做法 但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说 到底视讯会议有没有正当性 第一个我反对由立法院公审 这些义官 尤其反对来来公审这个义官 对这义官是不公平的 我更反对全民公审 刚才主席提到一点 我们要保护他的身份 可是一旦视讯 地委都在媒体都在 如何保护他的身份 会不会被猎污 会不会被成为全民肉搜对象 他的家人怎么保护 怎么保护 对不对 我们接点一个人 他去过一个餐厅一个饭店 然后就全民肉搜了 我们把军医官的身份 他的面相 他的全家 把他公布出来 我们如何保护这个人 如果他受不了发生意外怎么办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 讲得很清楚 对于传染病的病人 失与照顾的人 接受隔离的人 居家检疫的人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权益应该尊重跟保障 不得其事 接下来 非经前向人的同意 不得对他录音录影或摄影 很简单保护他的隐私 当然主席他出发点是好了 要有离青的机会 但是我担心的是 一旦有公审的情况 全民一起来做判断 这怎么办 他的身份怎么保护 他的家人怎么保护 会不会出现全民肉搜的情况 跟各位报告 我认为会的 所以他现在被隔离当中 从监队长支队长乃至于医官 都被隔离当中 我们要尊重他愿不愿意受访的权利 所谓他愿意公开出来面对 否则他只要个人没有这个意愿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要求他 因为他有违法 第二个视讯 好 两分钟时间到 谢谢 我们今天就是要真相大白 因为 外界大家都在传言 国防部的推卸责任 叫少兵罪代罪羔羊 所以我们今天给机会 给这三位 来说明 是保障他的权益 不要到时候 国防部定案的时候 定掉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今天是要公开的 给大家更加清楚明白 并不是在公审 那第三位 郝志伟委委员 我们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也要守法 我们看到这些小衣冠 等一下视讯一开放出来之后 他的家人会不会被裂 会不会被骂 会不会被歧视 我们不是预测 已经正在发生 我们看到有海军的人 已经不能就医了 有看到有一些士兵官 不可以去上课了 甚至连工作都产生问题 在这边我要再一次声明 现场所有的同事们 国防部不是我们的敌人 病毒才是我们的敌人 在这边要拜托一下 等一下就算有视讯会议 我要特别声明 看看我们后面的程序发言 我们这是民主国家 我们讲的是程序 我昨天晚上就睡在立法院 我今天第一个六点半来这边签名 我们是希望让国防部有机会 好好的做说明 然而主席公然的违法 公然的把这个程序打坏掉 连等一下登记怎么登记 也不说清楚 我在这边反对公审小衣冠 我们要订就订大支的 我们要订就直接罵着国防部部长就好 你公审这些小支的干什么 是不是 蔡英文多大支 多大支 这个国家不管你大支小支 我们就是要按程序来 立法委员要守法 什么大支小支 这是什么心态 你们几个骂我一个 这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 这样子有意义吗 这样子有意义吗 连主席也在这里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 再来 国防部为什么要说谎 我打从心里不觉得他们会说谎 连一个酒店异调都查得出来 一艘船在一个大汪洋里面 怎么可能查不出来 不要公然的指控 不要这样子对待国军 他们都很辛苦 保卫台湾保卫国人 不要这样子 拜托大家 解决问题 才是这个立法院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吗 谢谢 今天 我们要提示讯 就是保护衣冠 不要他被列污 因为国防部昨天的记者会 已经把所有的罪 都推给衣冠 所以今天是保障他们的权益 现在请王定宜委员 请维持序 好不好 我本期在这边建议 先等一下 今天 我刚先针对他们讲的 我们罗伟也有讲到 这个第11条 刚一开始 国防部我们今天会有这个视讯 国防部都有来跟我们沟通 第一开始是说疫情中心会有余力 我请了疫情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祥 他有确定说可以 也请庄仁祥 发言人 跟我们国防部的徐远浦 这个副总长来做沟通 让他们知道是可以的 好 可以的 然后 主席 然后国防部又找出理由 国防部又找出理由说 这个传染病的 传染疾病法的第11条 要经本人同意 今天 我们委员会 是发出 会议通知 有很多事情的真相 要厘清 不能让这些小官 来罪代罪羔羊 所以才有这个视讯 国防部也同意了这个视讯 所以有今天这个会议 今天是你们反对视讯 还是反对只有30分钟 一个小时的视讯时间呢 所以不晓得 我们的民进党担心什么 一定会让你们问到清楚 问到了解 至少你要保障 给他们有发言权 因为 主席 我程序发言 我来给你帮忙 我们现在先请王定委员 各位同仁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委员 在场包含媒体朋友 我们都希望 赶快进入主体的讨论 赶快询问相关的事项 那个比完这些程序的问题 还要重要 所以本期有提一些建议 第一个 我是觉得我们先不要定掉 什么大官小官了 至少我昨天看到处分的 都是将领级的以上 国防部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 抓个位级军官 抓个校级军官 来毒小 社会也不会接受 所以这样讲 对昨天包含部长 包含 几位指挥官 我觉得是不公允 我不认为做到中将 上将或者是少将 叫做小官 所以 目前并没有找小官来单罪的情形 所以我们先不用去定调这样子 这样对整个事情的调查 变成是先射箭再画把 第二个 我赞成 旅委员 我们尽量要详实 因为他刚才讲了一句话 我们给相关的人 讲话的机会 发表意见的机会 在这边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是要给他机会 那 当然要尊重他要不要 因为包含我们本院 大家可以去查我们过去的会议记录 大概从来没有要求 五职等的人来这边备巡 就像当市议员的人 大概不会叫公友到议会备巡一样 因为那个有一个 政务责任的问题 所以 他们议员如果同意 我不挑战这一点 就是说 因完以吧 我愿意来这边把我的心声讲一下 那我不挑战主席 这个什么 五职等什么 我不挑战这个 先尊重他的议院 第二个 这个尊重议院的部分 我也希望CDC可以说明清楚 就是说 第十一条有两项 我印象三项两项 前面讲的是 类似这种视讯 经过你们同意 没有传染的之余 是可以来的 可以来进行的 但下面最下一项要写 要当事人同意 这一块的诠释 我相信专家的诠释 我没办法诠释这一块 第二个 如果要进行视讯 那个刘委员 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早上都登记 排发言了 那你现在让他 视讯结束 还在那边急问急答 你变成产生另外一套 新的发言寻答的次序 那一定会乱起 我是不是建议这样子 如果他们有意愿 配合你做视讯 就当做部长发言后 的补充报告说明 我们都有这个程序 就不会离开我们程序 那他要报告什么内容 你主席你可以问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这边 寻答的内容过程 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整个程序才会乱掉 否则现在又要重新登记 抢新一轮的 要问这几位当事人 我觉得这样 并不太妥当了 我建议这样子 尊重意愿 尊重意愿 如果要进行的时候 部长做专案报告结束 相关业务主管报告结束 这两位当做补充报告 这样比较合我们的体力 他们补充报告完结束 就脱线了 我们也要保护他的隐私 脱线完之后 这边要寻答的人可以提 如果寻答的人有涉及这几位的 书面他要回答回来 这样子不用再重新 我们待会要炒 怎么排队 谁第一个谁第二个 很难进入主体 我相信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到底海军或者国防部 这个防疫作为动在哪里 怎么产生那么大的疏漏 让全国人民那么担忧 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问题 以上谢谢 请林伟舟委员 我们提出一些方法来处理 这个我同意 不好意思回应一下 刚刚几位民进党委员讲 说要他们的视讯 到底有没有依据 这个我们都问过 我们问过防疫指挥中心 确认过 刚刚主席有讲了 你一直在强调一点 当事人同意 我请教一下 当事人本身就是官员 官员来这边被询 本来就要被询 今天只是说 因为他在隔离 所以用视讯被询 他目前他还是公务人员 他还是舰长 指挥官 本来他就应该来这边备询 如果他正常 本来就可以来备询 现在只是实体备询 改成视讯备询 然后我们问指挥中心说 这样子 因为他不是病人 他是在做隔离 居家隔离 类似这样 检疫所隔离 他不是病人 如果这是病人 那当然你叫他来备询 也很奇怪 请病假就好了 现在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才请教 疫情指挥中心 他说视讯是可以的 但是时间不要太长 我们也遵照指挥中心的指引 所以时间不要太长 所以我同意 就是说第一个时间不要太长 那要怎么登记呢 大家要怎么问他呢 所以这个要想一个办法 我在这边具体建议 到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让每个委员都发言 然后都来问他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把问题 就是由 像王定宇委员刚刚有讲 由主席 我们拟定几个问题 然后主席就问他们 请他们回答 这样子控制那个时间 不然就大家来登记发言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要登记发言吗 前需发言的登记顺序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一套东西 刚为什么那边突然长出一个新的 为什么昨天都没有讲清楚 为什么现在才 他们本来就是官员 本来就应该来这边被巡 本来就应该来这边被巡 建长耶 他怎么防疫的 为什么会谎报逆报 我们都要知道 好 请下一位 我们尊重发言 你提方案好不好 提方案嘛 好不好 我们尊重发言 蒋万安委员 为什么议程 议程没有 现在才生出来 你有这么大吗 我们今天现在 讨论程序的部分 那我觉得刚刚 几位民进党委员 提出的疑虑 我们就聚焦 我想第一个 等一下我们请 疫情指揮中心 专人强署长说明一下 因为我听到民进党委员 说到 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条 那也请 这个法案的主管机关 说明 这条 就今天 我们邀请的这三位 透过视讯的方式 适不适用 还是适用 防疫纾困特别条例 相关的条文 是可以让他们透过视讯 今天 来对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这第一点 如果疫情指揮中心都同意 就目前防疫阶段 相关防疫工作的执行 以及目前已经造成这么大的破口 人民需要相关的真相 以及事实的厘清 是不是应该向外界说明清楚 第二个 我想很重要一点 我们今天是希望有一个机会 让舰长医官 能够就当时舰艇上 甚至回来之后 所进行的相关防疫工作也好 能够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他们依循什么样的步骤 SOP 我想这样的一个要求 并不为过 我们是给予一个机会 让他们澄清 说明还原事实 我想这个是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代表人民追求真相的一个职责 我们是给予他们机会 第三 所以我认同 刚刚民进党委员提到 我们把时间缩短 我们将问题集中 透过主席或是民进党的招委 来一次提问 请这三位在视讯上面 简单的回复 我想我们就赶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寻答 民众要的是一个真相 好 接下来请陈以兴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在这边炒半天没有意思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的开始 我必须要回复刚才民进党同仁的问题 基本上今天这个不是公审 为什么 今天这些支队长 舰队长如果我们今天是正常开会 我们要求他来这边 他可以不来吗 如果他今天可以不来的话 那如果他今天必须要来 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就急问急答呢 所以今天这是个权宜之计 我们在他们在隔离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这个视讯的方式来完成 我们仍然是在行使我们立法委员 应该有的这个职权 所以说到底应该急问急答 原则上就是应该急问急答 是因为他们仍不能够在这边 集完中心希望我们减少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在集中问题 然后缩短这个时间 所以道理要转过来 今天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公审谁 立法委员行使职权在这边就是应该的 那么我这边也同意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政党之间 可以来派代表或拟几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协商的 所以说我认为大家应该就这个地方来讨论 那我必须要来强调 今天这个视讯的会议的目的不是媒体效果 今天这个视讯的会议的目的是要追求真相 今天真相才是重点 不是什么小动作 今天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到现在 民进党委员一再的阻挡这样的会议的进行 一再的阻挡我们跟这个实际上面第一线的这个指挥官 来这个连线知道这个真相 来然后来行使我们的一个这个职权 到底谁在今天在这个场上意图要隐瞒这样的真相 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双方都背不起这个责任 也没有必要来背这个责任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务实的来解决的方法 讨论一个怎么样缩短这个会议的这个问题的内容 缩短这个问题的时间 然后尽快要进行我们正常的讯答 这才是今天正常的一个方式 谢谢 好请钟嘉宾委员 钟嘉宾 钟嘉宾委员不在 请郑运鹏委员 主席各位长 各位同仁 今天这个会议 那包含视讯会议 甚至刚才我们的主席讲到说 要视讯寻答 甚至有可能变成视讯拷问 这个我不晓得是主席个人的创意 还是国民党党团的决定 那刚才委员有讲到说 民进党好像要杯葛今天议程 完全没有 如果大家看看手上的发 今天的出席官员的名单的话 国防部部长来了 外交部次长来了 指挥中心累到在记者会上睡着的 周志浩署长也来了 还有比这个成绩更高了吗 没有 那今天因为有隔离期间 所以有些人如果他自愿 来参加这个视讯会议 我刚才算一算这边二十几个啦 怎么样才公平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人愿意了 你们最后会说 那个衣冠最基层的愿不愿意 那他有必要在这边被公开他的 他的长相 他的所有的资料吗 有必要被询问吗 过去王定宇委员他在议会有待过 议会也不会找公友来 也不会找罪基层来 所以大家都要求过游上起 讲游下起 昨天国防部的记者会 今天大家要求都一致嘛 我再强调一次 今天国防部跟外交部 来的长官 还有比这个成绩更高吗 没有啊 那我们也没有阻挡他们当事人 万一被吃案 万一说法不一致 被长官牺牲了 他们也有他们发言权啊 这个什么时代了 这么重大受到矚目的案件 难道他们没有发言权吗 一定有啊 但是不一定要在今天的视讯会议上 接受各位的拷问啊 所以今天的视讯会议没有问题 当事人有意愿 我们没有问题 但是你还要接受各位的质询 有可能变成视讯拷问 这个我们民进党党团完全反对啊 好不好 我希望国民党党团你们也思考清楚 谢谢 好 现在我们休息协商 休息协商 谁跟谁协商 还是党会协商 还是党团协商 不会的 transfusion 對 因為 代表他問 他問 是啦 都願意 建隊長 我告訴你 你們的問題大概是 各派員在做在這裡 我們是怕他們報告 你們就講到我們要問的問題 我們想了解的問題 所以各派員代表問一下就好 就是建長支隊長的一關 他們有願意嗎 有 那幾次都問過 這名字我沒人說 這幾次就要問 這兩件事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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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位天天一的事 你先跟我講 你都多多誰來 我來找我幫我找他 但是 很難就會 要想要在一起 他這兩件事 那是他來背景 好啦就是你做他一個人 黨團做他一個人 你本身對問題提出來 但他們回答 先確定一下當時的 先確定 沒有啦 確定過了 沒有啦 確定過了 中將、少將沒有議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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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法院的質疑 他們的質疑有 我們下午,昨天再吃